現在比較好奇的是爵士隊啊 胡人隊啊 等一下要聊胡人 哈哈 爵士隊啊 熱火 要不要拼米球 可是目前是聽說爵士不放啊 熱火 由頭已經快發脾氣了 哎呦 你的那個比較胖哦 那個稍微啊 卡羅羅里 然後當天羅賓森在這邊 我的上場時間好像也不夠多 爵士應該會拆 應該會啦 因為目前團隊心思1.5多億嘛 1.53 1.54吧 那如果你沒有拆掉 Badonovic是因為他合約勝最後一年 然後所以蠻多球隊想要補他 因為他外線能力還不錯 他合約勝最後一年然後問題就比較不大 麥康尼是有年紀的嘛 他也有商品 這兩個賽季其實也是小商 那爵士如果沒有動到雙和 基本上薪資很難 減肥成功 那Danny Ange的說法是 那一個是他自己要走 他自己要留 Danny Ange的說法是這樣 那是不是這樣不曉得 但職教這麼多年呢 都在第二輪 我是覺得也差不多啦 該換了 也期待那個Danny Ange做出一點調整 因為當初留這個Rudy Gobert 是因為球隊戰績還不錯 那現在看起來確實是遇到瓶頸了 不過老實講 真的要猜我是覺得也還好 因為如果你真的把Rudy Gobert送走 也要再來聊聊交易包 以目前不管是暴龍還是功能德的交易包 目前看起來都還不差 他主要是因為Rudy Gobert 他這個薪資對爵士來講壓力太大 就沒有辦法 而且Rudy Gobert只要在爵士 你其他只能小修小博 但是如果你是一次一格換兩個或三格 這個陣容上就可以比較大的調整 然後自己側翼還有一個Rudy O'Neal 我在跟我們家賴群講的是 如果我是Danny Ange 我只會 Judan Carson Mitchell Rudy O'Neal不放 其他就給你們挑的 我覺得是這樣 Rudy Gobert在爵士會很尷尬的是 爵士的34號位其實速度不夠快 可是他如果到所謂的一大四角 他如果到勇士不會這麼差 我們這樣講比較快 因為勇士單點的K-Town Wikings Wikings應該會上走 主流率什麼他們單點能力都不錯 Garry 小Payton之類的 不會這麼差 那是因為他在爵士 我的4號位是Bottonovich 我的3號位是Rudy O'Neal 我的4、5號位速度都慢 那可能就比較會有狀況 可是他如果是 你把他想像他到快庭 我旁邊是可愛Pojo Botton這些人其實是骨灰 但只是因為他在爵士 其他位置的速度 鞋防會比較慢 那就會造成他更慢 那你懂什麼 就是你回房鞋防速度沒那麼快 這個是他的部分 工友要搶他我是可以理解 因為東區接下來 你會遇到字母哥 你會遇到JoJo 所以你有一個好的狀況是可以理解 可是 工友目前能給爵士的交易包 我覺得沒有暴龍隊的好 這跟我們家有比較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工友其實沒有封獻給爵士隊 他能給的就是五神 你把五神給他 目前是這樣 中鋒換中鋒 因為五神的星星大概2000 然後聽說Copy Y在裡面 如果你要給他Copy Y 也許就是 因為Copy Y也準備還回去 那如果你要給他Copy Y 那很有可能就是爵士隊的 就算開身要送走 就是等於要拆了 那我覺得爵士隊目前 經過這兩年輸 讀行俠跟輸快艇之後 我覺得風險是最重要 因為下個賽季要有快艇 對吧 你是上個賽季輸快艇 這個賽季輸讀行俠 然後下個賽季又有快艇 又有胡人 類似這樣 所以我覺得風險會比較重要 那 暴龍目前傳出的交易包 是OG加Gary Chen 兩個 Gary Chen也貴就在脫光者 是可以打到三號 他是6.15 撞撞的 他可以打到三號 然後OG也是三號 所以如果你要以交易包來講 我覺得暴龍比較好 我認真覺得暴龍比較好 中鋒的部分就是不一定 武神雖然有三分球 可是武神其實也比較高 就是兩千 那中鋒目前包括這個 你可以說的Mitchell Robinson 也是蠻熱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要以公牛 跟暴龍的交易包 要強多利高貝爾 我個人是覺得暴龍隊的交易包不強 因為他們的風險太多了 然後目前聯盟中 風險很多的球隊其實沒有幾隻 包括烏斯 烏斯其實風險很多 其他都是後衛太多 胡亂就是後衛太多 然後黃蜂其實也是 包括這個Pedro Washington 這些球友 因為Bridges應該是要 應該是會給點心的 包括Catty O'Barray 包括這個Pedro Washington 甚至是新海哥 那新海哥當然是新之貴 我正講是如果要缺風險的球隊 可以跟他們總管喝喝咖啡 熱火會有動作嗎 之前我第一天 我講一下熱火 我們家那個LINE很好笑 因為我第一天看到那個消息就是熱火 聽說啦 我那個時候的消息就是放輕鬆 那個時候有消息說 然後Tiger Hewlett 跟Down Hewlett 要送到爵士 要搶Mitchell 我當下第一天看到這個消息 我就覺得是可以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Ginney Baller有年紀 那Benny Baller其實 還相對年輕 Hellory專身上火傷 可是他實際上也有年紀 合約跑完就基本上能就是給他走 差不多啦 因為你合約已經給他了嘛 所以你要嘛就現在多關 要嘛就明年多關 你只剩這兩個 因為否則Ginney Baller就34 35了 那這次球隊的核心 未來一定是本來本來 因為點心給人 假設你能換到Mitchell 那未來就交棒給他們 有點像 假設有點像威少加入到 符人隊如果打得很好 我未來就是威少加AD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還是一個未知數 就有點類似這樣 一棒接一棒 那Tiger Robinson的部分是 就是球季末跟球季中開始 他就已經不是主要輪環球員 所以送他走是可以理解的 那Tiger Robinson的部分 如果你要好操作的教育 你要搶一位 未來有可能是 年度前戰隊的球員 你要搶那種名球 是極戰力 那當然就是你要送走 未來有潛力的球員 這樣能分析嗎 所以好操作是在 那如果你今天跟 學生講說 我給你Kyle Larry 跟Dunkhead Robinson 他會直接跟你講說 你在說什麼 再思考一下 這就是要奪冠球隊 我要拚現在 我要賭現在 我已經要給的 那Tiger Robinson 他是一位有潛力的權利 這是可以理解的 這也是肯定的 可是他未來 能不能打出 Mitchell這麼好的組織 不曉得 就是期待歸期待 可是會不會成真 不曉得 可是Mitchell現在已經告訴你 我就是很好的得分的時候 這大概是這樣 所以那天我看到這個消息 老實講我是覺得可以 就站在熱火的臉上就可以 站在決賽的理想 如果你要送走Mitchell 那就是應該是 連Rudick不要送走 就是拆掉重來 因為那個時候 熱火應該他有貼手以前 好不管他 然後 那天又聽到決賽 對Mitchell的消息 隔天就聽到Snyder就辭職 就罵完了 然後再來就是又聽到 這個由頭就開始罵 不是罵啦 就是希望Kalorie減肥 然後又聽到Dunker Robinson 就在這邊 因為他確實 因為他的薪資1800萬 老實講1800萬 你要那種 打一場一場沒有打 然後垃圾之間就上場 他也會覺得很委屈 這個可以理解 所以 那我一定是會懂 一定是會 而且今年我Ladipo是底薪 他還要去約 那以技巧賽看起來 你要單純講防守 我覺得以 游頭或者是這個 任何總教練的思維 應該都會用我Ladipo 因為他的防守 相對是比較好的 是比較有經驗 那只是差別在於說 下個賽季他的頭來面 就會可以回 那過去也是年度前三對 看一下 叫你覺得四館長跟可愛 各方面比起來 誰比較 應該是說可愛 除了馬翅隊的那一次之外 其實沒什麼比較大的爭議 對吧 可愛就是除了跟馬翅隊 跟球團搞得稍微有點不愉快之後 那個時候 不然可愛公衆娘 那是沒什麼爭議 那軍兵巴勒是因為 之前爭議很多 來到熱火隊之後 我覺得游頭也是看得很準 因為我做影片 游頭也是看得很準 那這個事情 也要試抽論跟賽 因為你當下講是不準的 當下講你只能講說 你簽這個是有爭議的 但是今年跟迪士尼那個季後賽 這兩個都自己都帶得很好 就是他打得很快 基本上是不能挑剔的 因為他身上其實是有傷的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東區準冠軍賽的NVP 他有拿一票 就是悲情的一票 就是包括這個媒體 還有啾啾 我就其實都覺得他打得很好 然後球迷剛才就不用提了 所以他等於是 今年是等於是三方認同 我覺得說這個 這兩年當然是軍兵巴勒比較 這兩年因為是可愛受傷 但是你還說公首兩端 因為軍兵巴勒其實是小傷不停 他輸出場次也不多 他可愛的唯一能挑剔就是 那時候在馬翅 啾啾 就是什麼的關係 不管他 反正他為人挑剔就是那個時候 兩個人能力論起來當然還是可愛 綜合能力 他目前看起來 這兩年當然是軍兵巴勒